歡迎收聽西視各頻新聞 我是Lily 美國眾議院議長佩洛西率寧的眾議院代表團 週一完成緊密的訪英之行 除了與英國政要會面外 更特別抽空在美國駐英大使館 與香港及維吾爾人權活動人士會面 聽他們講述被中共壓迫的經歷 以及對美國政府的期盼 美國眾議院議長佩洛西 在德國出席完姆尼克安全會以後 轉往倫敦繼續訪問行程 佩洛西週一率領美國眾議院代表團 在美國駐英大使館 與多名人權活動人士會面 包括流亡英國的前香港立法會議員羅冠聰 英國維吾爾族活動家 威洛西爾馬哈木特 以及被中國囚禁的瑞典籍書商 歸文海的女兒安格拉 佩洛西會後發表聲明 表示會面期間 聽到多位勇敢的人權捍衛者 講述他們家人和朋友被中共壓迫的經歷 重新美國國會堅定支持中國人民 並強調美國捍衛中國人權的承諾 是跨黨派、跨議員和持久的 聲明說在過去幾十年 中國政府精心策劃了一場 針對境內國民殘酷而變本加厲地侵害人權活動 近年中國更打破對港人的一國兩制承諾 公然違背國際規範和民主價值 在美國國會 民主和共和兩黨攜手致力確保中國 清楚明白 這些侵害人權的行為是不可接受的 並必須停止 我們會繼續督促雙界 及盟友保持一致 英國維吾爾族活動家 拉希瑪·馬克木特向自由亞洲電視 表示 與會的人權活動人士分享各自在英國的倡議工作 與個人故事 以及建議美國可以如何提供協助 他講述自己是如何與新疆親人實戀五年 以及如何在英國擔任翻譯 傳遞被迫害的維吾爾族幸存者經歷的故事 他呼籲美國政府督促盟友英國採取一致措施 幫助被迫害的維吾爾人 希拉馬·馬克木特說 美國川普政府和拜登政府 關於確定新疆出現種族滅絕 是目前世界上唯一一個這樣做的國家 他問佩洛西和美國政府能否出使英國 跟隨美國報告 認定新疆出現種族滅絕 並引入類似美國防止強迫維吾爾人勞動法的法案 英國國會去年已認定新疆出現種族滅絕 而以英國政府卻拒絕按國會要求接受這個定性 引來英國維吾爾族社區反對 希拉馬·馬克木特又在會上提到 不少流亡海外的維吾爾人 目前生活在不安全的國家 趨勢面臨被遣返中國的風險 促請美國伸出手 讓他們轉往安全的國家生活 流亡英國的前香港立法會議員羅冠聰 在面書質問 表示他在會上分享了自己作為流亡抗爭者的故事 包括如何有學生領袖都成為史上最年輕的立法會議員 再被北京取消議員資格及陷入 最後被被流亡海外的政治生涯 顯示香港自由的淪喪和中共的威權擴張 羅冠聰說 臨近2月28日初選《大搜捕》一周年 我亦呼籲議員們 不要忘記在獄中的政治人物 例如黎智英、戴耀廷、黃之鋒等 他們尚未知道何時可以離開監獄 更有些甚至連自己能否有朝一日離開 形成疑問 羅冠聰在會面中提到 美國眾議院通過了2022年美國競爭法案 當眾議院版本囊括了《香港人民自由及選擇法案》的內容 寄望參與兩院協商時能保留相關部分 向逃避政治迫害、無法活港的香港人提供臨時保護身份 並提升高技術移民限額 允許他們在美合法居留及工作 為香港人提供特別通道 參與會面的瑞典籍書商 桂文海的女兒安格拉 早前加入在美港人組織 The Campaign for Hong Kong 出任董事會成員 The Campaign for Hong Kong發聲明 透露安格拉在會上 講述父親桂文海在2015年被失蹤 後在中國被處以10年監禁的經歷 身為瑞典公民的他 不可以與瑞典領事接觸 並被迫電視認罪 安格拉表示 自父親在2015年被失蹤後 他一直呼籲各國政府 要讓北京為其侵害人權的行為負責 然而情況卻令人失望 他促請各國政府 就此制定同一策略 阻止同類事件繼續出現 保障公民的領事權利 The Campaign for Hong Kong總裁 朱牧文也出席了會面 並批評北京利用東奧會 為人權惡行洗白 普洛西一行同日 也與英國首相約翰遜會面 討論俄烏局勢 並拜訪英國下議院 同議長復議會面 以上節目內容 取台自大紀元新聞網 原文出處為自由亞洲電台 本次新視覺聽新聞就到此 請記得訂閱、點讚 本節目部分內容 而加入大紀元Patreon 也請大家多多支持